由于芯片短缺 美国汽车销量预计在第三季度暴跌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当地时间9月30日的报道 由于半导体芯片短缺 行业专业人士预测 9月份美国汽车销量将大幅下降 美国第三季度的汽车销量可能不到340万辆 同比下降13%至14% 汽车销量严重下降是乘用车芯片的持续短缺所致 零部件的短缺令一些汽车制造商关闭工厂数周甚至数月之久 大部分在美国销售汽车的汽车制造商定于10月1日公布第三季度销量